吞噬星空动画已经更新到第55集 李耀和维尼娜被判处死刑 只是动画对行刑过程做出了大量的改编 战斗虽然在线 打斗动作也很流畅丝滑 但是却引来了很多漫迷批判和吐槽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官方改编的太过离谱了 甚至于魔改的和原著面目全非 作者看了恐怕都认不出来 首先就是大美女维尼娜被血迹 我可以明确地说原著根本没有血迹这一套 更没有李耀维尼娜夫妻相残的剧情 但是偏偏动漫官方搞出来 这段剧情引来很多人的不满 尤其是原著党 按照原著来说其实是这样 在战神宫审判李耀维尼娜死罪之后 李耀和维尼娜就被押到刑场斩首是中 维尼娜当场就被处决了 连反抗都没做到 李耀无论如何都不甘心去死 于是拼死一搏临死爆发 结果突破到了行星级 还瞬间掌握了光线的特殊能力 罗锋在李耀偷走之后独自追去 李耀也想杀了罗锋 为妻子和儿子报仇 但是就算李耀突破了 还是打不过罗锋 最终被罗锋的尊身锥给无情斩杀 但是到了动漫里 可能官方觉得 原著里面的剧情不够好 于是原创了这段血迹的剧情 让严海提前给了李耀突破行星级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血迹禁止 用至心之人的血 为引让自己变强 等到最后抽取至心之人 所有生命力之后 能够突破自身极限 最后李耀也是因为 维尼娜的陷阱 突破到了超越战略 可怜的维尼娜大美女 还不如被战神宫的人处决 因为这样至少没有什么痛苦 更不用承受呼吸相残的结果 但是动漫官方 非要让李耀血迹维尼娜 承受痛苦 此人引得很多漫迷不满 本来魔改血迹剧情 已经够让人不反感了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 的是接下来官方的改编 更加让人难以接受 因为李耀一个刚突破到行星级的强者 居然能同时打败极限武馆 和雷电武馆的两大强者 朱熹和雷蒙 其中朱熹算是行星级的老牌强者 李耀刚突破 可以说根本打不过他 更逃脱过了 雷蒙在动漫里 说是刚突破到行星级 他可能打不过了一样 但是绝对不至于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再加上主角罗锋 虽然他还不是行星级强者 但是已经有行星级的战力了 但是动漫里 李耀却就是可以刚突破 就打败朱熹和雷蒙 两大行星级强者 并且还杀了不少极限武馆 和雷电武馆的人 之后从容而去 结果打了罗锋 这里也不行了 追上李耀后 飞弹不是他对手 反而被李耀当球踢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这一来很多观众怒了 三大高手都打不过一个小反派 再怎么魔改 也不能这样 太不合理了 就连粉丝都看不下去了 说官方改编成这样 后面就别做了吧 还不如把吞噬星空这部作品 让给别的博曼公司 不得不说 官方之前做得挺好的 只是这两集的改编 有些不合理 所以大家批判归批判 但是还请给官方一个机会 把后面的剧情做好